Pachanga许冠杰演唱会5月27日隆重呈现 4月20日 SpaceX公司新的星际飞船 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海湾星基地发射后 几分钟内发生爆炸 目击者在Facebook直播事件中记录了这一过程 众多人群观看这场备受期待的发射 当爆炸发生在大约20英里高空时 他们正在现场 SpaceX承认 超级重型火箭的33个强大发动机 在上升过程中出现故障 导致助推器火箭和星际飞船 未能像射击时预期的那样分离 致使这次命途多船的飞行被终止